众泰是一家以汽车整车以及发动机、模具等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为核心的民营企业 众泰汽车成立于2003年,主营轿车SUV、MPV等车 目前下属28个车系382款车型 可见众泰产品还非常的丰富 作为纯国产的众泰,近几年来在国内可谓是名声大噪 被人每称为网红车企 可是最近一众泰车主却爆料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 最近降温家住山东的李先生打算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 车主先是在车内拿了东西,再随手关闭了车门 当车主再次回到车内的时候,发现天窗居然碎了 车主最开始以为被人故意弄碎的 结果一检查监控,把他给惊呆了 这台车的天窗正是自己随手关车门的时候给震碎了 而该车主使用的车正好就是仲泰的 当车主找到4S店要求赔偿时 4S店承认理赔 但是仲泰厂家却坚决认为是外力导致天窗破裂 打死不承认质量问题 小编想说,仲泰厂家这理由简直是逆天了 要按厂家这个说法 以后用车的时候门不能关太重 五座的车建议只乘坐两三个人就行了 万一人的力量再把车子弄散架了,可怎么办呢 早前就听人说起过仲泰 这个车企很能够模仿那些进口车合资车的外观内饰 像什么路虎,宝石捷等豪车的外观 简直是无节操,无底线到了极致 把别人外观模仿的一模一样 就只换了一个车标而已 晃眼一看都以为是豪车 有些买过的车友认为几万到十多万一辆的仲泰 外观内饰豪华了 那看不见的发动机等核心配置就廉价了 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别买仲泰 有的车友则认为仲泰圆了自己的豪车梦 也算扬起了一把 如果您恰好也是仲泰车主 您怎么看呢 小编倒是觉得同样作为国产品牌 为什么不像长城、长安、吉利这些车企 走走自己的路线 提升一下产品的核心质量 虽然学习借鉴别人的好的方面可行 但是也只有把质量搞上去了 才能在茫茫车席中站稳脚跟